Hello 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做和风小兔子的发甲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需要那些材料 需要针线 剪刀 然后需要这种绒布 把它剪成6厘米宽或者7厘米宽 然后还需要两片这个布 然后把它剪成2.5厘米乘1.5厘米 或者3乘3厘米 然后还需要发甲 然后还有兔子眼睛的这个钻石 然后还需要里面的填充物 然后我们用到的是这个棉花 如果你没有棉花的话 你可以直接像这样 把卫生纸粘成团塞进去也是可以的 然后呢还需要我们的胶枪 或者是胶水也是可以的 首先呢我们来做兔子身体的部分 我们拿上这块布 然后沿着它的边缘 就像这样用平针法 一直沿着它的边缘 因为我们要把它收紧 所以这里收紧也无所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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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缝好以后是这样的 然后把它拉紧 然后把它拉紧 然后呢我们在里面塞一些棉花 没有棉花的话 你就用这种卫生纸把它捏成团塞进去 然后呢 就用这种卫生纸粘子 再继续把它拉紧 然后我们继续 再把它稍微缝一缝 然后最后再打个结束口就可以了 我们兔子的身体就做好 就是这样一个圆圆的形状 接下来呢我们来做耳朵的部分 我们拿一瓶这个布 滚走了 然后把它这样对折 然后再对折 然后再折一下 我们一共要折三下 然后这样就是一个兔子耳朵的部分 我们把它沾上就可以了 我们再来做一遍 先把它这样折 再这样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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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这样这里就是兔子耳朵 然后我们把这里打上胶 然后把它沾到这个上面 然后把它沾到这个上面 然后我们把眼睛把它沾手 我们把眼睛把它沾上 我们的小兔子就做好了 然后呢我们最后把它在 放到我们的发夹上面 这样就是一个很可爱的兔子发夹了 如果你觉得一个兔子在发点上面太单调了 你也可以加一个像这样的花 这个花子的重量 我们以前照顾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以前的视频 谢谢大家